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初级折纸里面的一款样子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另外两个角对折 展开,放到背面 把两个边对折 展开,另外两个边对折 捏住两端把它截到一起 旋转一下,这样摆放 下面两侧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展开 第一层纸向上撑开 两侧按照折韩往里收 放到背面,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第一个角向上撑开一点 把这个角折向上面的角 右侧往右折向下撑开 把它压好 把这里撑开一下 这个边往里折 对其中间的直竖线 同时这个角折下来 然后这个小角 里面的部分做逆向沉折 把它撑出来 稍微展开 把里面的部分撑出来 重新按照折韩把它收好 放到背面 把这个角 把这个角树立起来 从中间撑开压平 压成一个三角形 这个部分翻到左侧一下 下面的斜边往里折 这里做一个拖 这里做一个拖耳折 上面的斜边往里折 这里做一个拖耳折 上面的斜边往里折 斜边往里折 把这里捏起来 折过来 压好 把这个翻回来 这一侧用同样的方法 先把它掀开 这个往里折 这里做一个拖耳折 这部分翻回来 把这个小角 往外折一下 展开 撑开 按着折痕 翻折到右侧 这一侧也一样 上面的角往下折 留出小段往上折 露出一个小角 这部分斜着往后折 再把它往前折 这一侧也一样 沿中间的线把它对折 大概沿这个斜边 把它往外折 这一侧也一样 对折 调整一下 翻回来 这样一款小样子就完成了 关注折折王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打开 然后保持 一侧 我们下期再见